各位千贵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潭阳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呢 谈什么元宵节 好大家看到我们的页面 元宵节呢 只要做这三件事大旺一整年 什么三件事呢 等下来教大家密法 好很多人说 那我就努力工作就好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啊 成功必须靠努力 没错 好我们今天已经来到元宵节了 那元宵节之前呢 你做好了人生的 2024年的布局了吗 好很多人都没有做调整跟改变 那在2024年的起爆点 一定会完蛋的 我们一定要先赶快呢 先做好调整 你就是年纪很大 你一样做调整 好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呢 到底什么叫元宵节呢 元宵节的由来 在汉武帝的时代呢 有一位大臣叫做东方硕 那精通天文地理 一天呢 他到宫中的御发园赏梅的时候呢 不料却看见一位宫女呢 正要跳紧至上 只要以前的宫女很可怜 他们做的事情非常之多 如果上面的组织呢 看不喜欢你呢 经常天天骂你 所以呢 东方硕呢 连忙上前置止并问名原位 原来呢 这位宫女叫做元宵 她的名字就是元宵哦 这是我们元宵节的元宵 那家住长安西北 因为呢 进宫以后呢 每逢呢 过节就被私亲 但没有办法出宫去探视她的亲人 因此呢 越想越伤心 才要想要自杀 那东方硕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觉得元宵姑娘很可怜 就决定了要帮忙她 并问清楚元宵家在何处 就告辞离去了 好第二天呢 东方硕到了元宵的家中呢 将情形说了一遍 并告诉他们 告诉他们他的办法 就是要有办法出来 几天后 长安城的人民呢 知道东方硕先生 在大街上为人们算命 因此呢 纷纷前往 想要让东方硕为自己算算命 没想到呢 每个人算出来的结果都是正月十五 都会遭到火焚身 哇 好可怕哦 所以呢 老百姓听完很害怕 纷纷求东方硕救大家 东方硕说 正月十五火焚身呢 说是要指哪一天呢 会有一个骑粉色银鱼的 骑着粉色银鱼的姑娘呢 奉纸来烧长安城 就是有人会来烧长安城 只要在正月十三那一天呢 城里的白发老人们呢 都到城里 城西十里铺啊 大道等候 天黑时那姑娘就会来 只要跪地祈求 全城便可以得救 所以他白发老人 就是白头发的老人 年纪大的老人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呢 果然在正月十三那天 来了一位骑粉色银鱼的年轻女子呢 其实是元宵的妹妹 那全城的白发老人 祈求道 求仙姑不要烧城 女子说 我是凤子来烧城的 若玉帝看不见火 岂不怪罪于我 就说我就是来烧城门的 好 那这样吧 你们去求你们的皇帝 想办法吧 说完便离开了 那第二天 东方硕见道汉武帝的时候 并将人民的心声上咒 他说 长安在劫啊 火烧地瘸啊 十五天 十五天火呢 焰红宵夜啊 汉武帝听完 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便请来东方硕想办法 那东方硕说 听说火神爱吃汤圆 那么就叫全城百姓 做汤圆供奉 另外的话呢 还要呢 京都臣民呢 一起做灯 那十五晚上挂满大街小巷 同时燃放烟花炮竹 到时候呢 满城的红光 火球横飞 这样玉帝就会以为是长安大火 一定能够满过他 汉武帝呢 听完大乐道 先生祭策 果然是妙祭 东方硕接着说 皇上圣民了 但是呢 皇宫中不宜如此 五帝说 那这简单 只要那天晚上呢 让宫中的宾妃集 四位都到街上去 混在百姓当中 这样玉帝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谁要烧谁了 那东方硕又说 妙集 还有就是要听说 宫女元宵呢 做的汤圆最好 十五晚上让他提着大宫灯呢 把名字写在上头 在前面开道 那陈奉汤圆在佛 穿过大街小巷 敬获火神 就是元宵 他做的这个汤圆非常好吃 就让元宵呢 拿着汤圆 去城里边的大街小巷走动 那这个大臣就跟在他们的后面 那所以呢 皇帝呢 就答应了 那十五晚上呢 元宵姑娘呢 照东方硕的指示 果然见找了自己的亲人 因为他亲人都到街上来了 所以呢 每当天夜里呢 汉武帝呢 见到百姓呢 如此尽兴 因此下令呢 每年正月十五呢 夜晚都要如此 从此以后呢 这个习俗就延习下来了 也正因为正月十五呢 供奉的汤圆 是叫做元宵的姑娘所做的 以后大门 所有的人们呢 也把汤圆叫做元宵 正月十五就是上元节 也称作元宵节 也蛮有趣的 不过他救了一个姑娘 就是救了这个宫女 所以汉武帝也算是听了这个大臣的建议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以而传而 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事实上呢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发生在当时的一个皇帝的身上 以及元宵的宫廷里面的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除了吃元宵的汤圆以外呢 元宵节要吃什么汤圆 要加红色的哦 记住 所以灯笼要红色的 你还没有买灯笼吗 很多人家庭并没有被灯笼 但没有关系 灯要打开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尤其是门口的灯要打开 为什么 因为呢 感觉上整个灯火通明 那元宵节很多人聚会 比如说家人的聚会 也是元宵团圆日 吃汤圆也代表是 双双对对夫妻团圆 家庭团圆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情 不管如何 是以而传而也好 还是真实的故事也好 我们都知道元宵的由来了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要做哪三件事呢 才能够让你在2024年大忘一整年 好元宵节呢 称为上元节小年 或者灯节 这是放天灯的 就称为元宵节上元正月半 这是1月的15号那一天 叫元宵节 每年农历正月15 为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 好那我们都知道今年呢 1月初二 2月初二 3月初二 我们都要拜什么 拜土地公 那还有哪一天呢 就是呢 2月现在是农历的 1月的16号要拜土地公 好那上元节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上元节 我们就要拜玉皇大帝 好你如果这很忙很忙 都没有拜玉皇大帝 今年这个时间 赶快准备好拜玉皇大帝 那拜玉皇大帝呢 要两个供桌哦 好为什么要两个供桌 我之前有讲过 教大家怎么样摆供桌 上面摆玉皇大帝所用的物品 下面的小供桌呢 是摆一些呢 就是大臣 就是玉皇大帝的大臣的 这些神子的供品 这样大家知道 所以呢这玉帝呢 跟土地公 他不能放在一个供桌上哦 好通常拜土地公 是祈求家里平安 这样大家知道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重要节日呢 这天也象征圆满的情人节 传统会是元宵赏花灯 拆灯米以示祝贺 然后这是传统春节呢 定义的最后一天 我们15号过了以后呢 就要正常的非常努力的 去工作跟上班了 春节假期之后的 第二个重要的节日 明朝呢 前堂瞿佑呢 双头牡丹灯祭里面有写 美穗元戏呢 与明周张灯午夜呢 请成侍女皆得纵官 那青年男女外出官灯 并趁机劫世新的对象 相会 所以在东南亚地区 也有中国情人节之称 所以元宵节也是情人节 中国的情人节哦 所以你们要跟你的阿拉达 去赏花灯 看灯迷 拆灯迷 或者呢 出外走动都非常好 来接下来 补金财库 好大家都知道要补金财库了 我们今年呢 是财库年 财库被刻 当然补金财库 2024农年天干克地支财库呢 大家必须补金财库 可让自己财库满满不流失 金库必须要有金条 家中如果没有黄金 也要象征性的金条哦 好 这些金条最好是五个一套哦 来 看到没有 我的聚宝盆在这里 来 小编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聚宝盆在这边 看得到哦 这里面有五个金条 看到没有 来 五个金条 这样子一盒 一盒五个金条 来 看到没有 五盒一个 五盒就是我这个金条 好 那今年基呢 这个金基母呢 是因为一个很好的象征 重新起家的意思哦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用金条 放在一个聚宝盆里 它象征 那我们在2024年农年呢 旺财旺库 来 接下来 我们都知道呢 日有殷勤缘缺 人有但系祸福 好 既然日有殷勤缘缺 人有但系祸福 没有人保准你每天都过的好日子 尤其现在天灾非常之多哦 还有人祸也相当可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年度里面呢 我们需要的呢 在这个一月份的农历十五呢 开始呢 这个五盒煞月 开始重新做一个布局 年底大家很忙 根本没时间布局 但是现在我们要布局了 2024年农年要农凤城墙 阴阳协调 化解太阳 化季这个不好的运势 因此家里要有两个水晶圆球 两个水晶圆球 两个金黄色 代表太阳跟月亮 一大一小也可以 粉红色的 紫色的也可以 就是要有两种不同颜色的也可以 但是一大一小 小的代表是月亮 大的代表是太阳 所以太阳的颜色一定要是金黄色的哦 大家知道哦 不是白色的金黄色的 不过白色也是可以的 勉强啦 但是我还是建议用金黄色哦 那中间放一个大圆球 旁边放那个小圆球哦 放在客厅的正北方 东北方正东方 三个方位都可以 可让每个人的家庭 每周财源滚滚 因为它叫七星镇 好我们要摆 摆置七星镇跟聚宝盆 今年呢 七星镇是转运最好的一个方法哦 好来接下来发财的水 发财水 好今年的水生天干的木哦 因此呢 家里要备两瓶水叫发财水 好这个两瓶水放在大门口 像我家里有两瓶水 好我客厅是用水晶洞哦 办公室的客厅是用水晶洞 也可以加两瓶水哦 等一下我们就要加两瓶水在客厅 好那这个客厅呢 啊里面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水为财嘛 哦所以用滚动的水也可以了 我们用滚动的水也可以哦 比如说你有个水 专门放水的哦 那个就是别人家可以喝水的哦 放在门口也可以哦 家里或公司都可以哦 那水生天干的木 水润地支的土 能够让整个运势往上提升 催旺生关及财富 好天干是属木 水可以生木 木才能生生不息 水能润土 土才能够呢肥沃 对不对 所以呢木在土的上面呢 他就不会再克土了 因为呢土的单照呢 变成润土 水能润土 这个水的功用呢 在于呢 整个元宵节 必须要做到的一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 那每一个人都要多喝水 水是养命资源 就是跟财有关的 你没有养命资源 你哪来的财富呢 来我们继续看 吃汤圆 元宵节代表圆满 2024第一次月圆的日子 因此习俗上都要吃汤圆 任何一种汤圆都可以 但一定要有红色和白色的 其他的颜色也可以 代表阴阳协调 最好要有红色的 粉红色也没关系 红色的最好 黄色跟粉红色的 绿色代表生生不息 白色代表属金哦 白色属金 好 所以呢 你只要做三件事情 刚才讲了一个 又没有 好 你没有金条要五地钱 好 所以我们要用这个 来 索财库的五地钱 今年一定要索财库的五地钱 这是金色的 金色代表财富 这个五地钱呢 上面有一个结界 看到没有 就是我们呢 把不好的东西 都要挡在外面 好的东西纳进来 这个叫五地钱 其实这个叫十地钱 总共有十个 12345678910 总共有十个 这个叫十地钱 十地钱代表什么 双倍财富 双倍贵人的意思 那这个福禄也可以 福禄的话呢 有五地钱 挂这个也可以 这挂在门口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准备金条 用这个东西也可以 好 那我想今天呢 还是要教大家呢 怎么样呢 聚财富最重要 好 第一个要准备两瓶水 金条或者五地钱 再来的话呢 我们其中还有一个聚宝盆 对不对 聚宝盆任何形式都没有关系 好吧 但不能是玻璃的 透明玻璃是不可以的 好不好 琉璃 我这个是琉璃 琉璃下面有很多水晶 那这个是一定要备用的 所以呢 我们今年呢 再回到前面这三件事情 重复跟大家讲一下 来 好 补金库 就是用金条 再来 发财的水 发财水 再来 吃汤圆 那刚才讲过呢 五地钱很重要 吃汤圆就是让我们呢 家庭圆满的意思 所以现在很方便 超商买汤圆 看你要吃哪种口味 花生 芝麻 或者素的啦 都有 好不好 所以呢 只要做这三件事情 那刚才少讲了一个五地钱 少写了一个五地钱 所以我们这个五地钱呢 可以挂在我们的门口哦 你要挂这种的也可以 挂这种也可以 好不好 也希望我们在今年年度里面呢 做好新的布局 这个很容易取得 如果你们说 老师去哪里买 没有关系 我的官方网站上面有 好 请大家好好的 把我们今年的招财方法 还有守财库的方法呢 做好 没有聚宝盆 用皮夹也可以哦 皮夹就是行动财库包 好 谢谢大家帮我按赞 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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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